神經病 OK 我們今天要去一個育幼院 在腐大肌疫診 然後輾轉之下知道說這個育幼院他們非常需要醫療上的協助 他過去是要看一下這些小朋友 並且帶一些他們適合的藥物過去幫他們整治 剛看了一下裡面大概有好幾班 每一班大概都二三十個 這樣子的環境裡面的確是需要醫療金錢還有物質上的協助 這個常常重複感染 這個常常的愛 媽媽你慢點 十點左右就來了 早上五點 對啊十點多就 因為有的阿嬤要到工地 晚上十點多十一點多才來接 跟著我們睡 跟著我們睡 你們只能考國立 因為你們沒有資格 你們沒有這樣的經濟環境 所以他必須要拼命讀書 那個考大學的孩子 好帥喔 他穿他衣服很帥 每一個機構會不會都有 音樂系 有的是十大音樂系 對啊高雄十大 好厲害 然後有的是國立教育大學 也是很厲害 他們都是國立啊我們的孩子 我們今年是打拳雷打 真的喔 對所以你不要看我們這樣的孩子 就在寫他們 就是在練習寫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這樣做完就小心 他們還是在繼續寫 他們還在寫 就是難怪成績很好嘛 然後沒有人一個人在吵鬧 我們不可以找鬧 我們不可以找鬧 你看孩子就要放了 他放了 我們就這樣 因為我們吃的飯很簡單 就是這樣 要這樣 要這樣 我們不可能吃大魚大肉 或者是一個雞塊 沒有啦不可能 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也沒有這樣的一個廚房 可以讓我們 對 我講得再多的話 沒有勝負 我只不過用我的生活來影響他們 對 就是跟著他們一起生活就對了 跟著他們一起吃 其實我要去之前 我覺得說 哇好可憐喔 就是他們想說 這些小孩就是都是 可能父母親沒有辦法照顧他們 然後有些甚至是沒有父母的 孩子們 心裡就覺得 很 很憐憫啦 好 但是 但是經過今天早上的 就是幾個小時 跟這些小朋友接觸 我發現到說 這些小孩他們其實 有獲得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可能我自己都沒有辦法給予 我自己的小孩 這麼高的 這麼高的一些像道德啊 然後像一些 生活起居上面的一些規範 這些小朋友他們在 他們在 我們進去之後 進去要脫鞋 那我們大人根本不知道說 鞋子要擺來 我們當然就隨便一脫 就進去了 然後出來的時候 我們竟然發現說 那個鞋子是 一雙一雙的被排好的 這個一定是沒有老師教 他們小孩子自己主動去排的 那也可以發現說 小孩子在 我們離開之後 他給予我們 就是很大的 那種 我覺得感情感上面的回饋 就是說 阿醫生再見 護士阿姨再見 謝謝你們今天來 謝謝你們給予我們協助 在盧傳道的 這一些 就是從早上五點到晚上十一點的 這樣子的 照顧下面 這些小朋友其實是獲得非常好的 就是照顧 像我們一直問說 盧傳道你需要錢 還是你需要物資 還是你需要什麼 他竟然跟我講說 我只需要參考書 因為他說他的小朋友 一定要讀書 他們才會有翻身的一天 所以呢 如果今天你有看到這支影片 然後有一些預算 可以幫助這些 博特利的小朋友們 還有盧傳道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非常發心 那這邊下面有他的聯絡電話 請打電話給他們 就是問他們說 他們需要什麼東西